大家好 我是瓦瑞 今天就是一個跟我平常頻道主題不相干的影片 我來到這個台中的利寶賽車場 今天是那個利寶的為期三天的賽車嘉年華 然後被朋友找去比卡丁車耐久賽 還記得有任何個影片嗎 就是我去日本參加24奈的卡丁車比賽 那時候我才第二次玩卡丁車就被找去比24奈 我們今天挑戰的是200分鐘的賽事 200分鐘是三個人輪 不過從那場之後到現在隔了一年多 這期間我陸續再多玩幾次卡丁車 我的駕駛技術應該是有提升不少啦 我自己講自己講 這次利寶卡丁車場的報道櫃檯處 報道處這邊還要先測量體重 裝備一起 可是體重沒有超過75的都還要補 我們今天要比的200分鐘賽事 用的是全場利寶1號賽道 全場好像1400多公尺吧 是全台灣現在最大的卡丁車賽道 好像平常來利寶 也不太容易溫暖個賽道 其實今天來這個比賽就是 總共是繳報名費來這邊玩的意思 200分鐘 平均一個人跑66分鐘吧 跟大家說等一下的內容就是 第一個賽事流程 第二個旗號說明 第三個路線說明 這邊是車手休息區 站到這個好景第一排 前面那邊好像就是那個加油區 加油換手就是排這三個位置 等一下準備要下場練習 現在是上午 還有一關我分三個部分 上午兩個部分是練習 還有加排位賽 然後下午才是正式200分鐘的比賽 OK 那我們今天用的比賽車就是 利寶它這個官方的出租車 Sodica 這入門的出租車在底 他這邊 利寶它有兩個車型 一個是650的 還有一個是1200的 還有一個是650的 剛剛那位是我們的第一棒 等一下就換我下去練習 剛剛練習賽就用大概八成的力去跑 主要先熟悉一下車況 還有那個輪胎 因為每台車輪胎都是新的 盡量先讓它去磨一下 讓那個光頭胎先磨白這個胎一下 我今天這套裝備很陽春 有個安全帽 4 Pro 還有這個賽車鞋 然後還有加這個賽車手套 然後這個 你為什麼要保護 那我們就拿到 站住上便 不然等下是會鞋很適合 好啊 就是 哇 跑掉了 選手的午餐看起來還不錯 OK 那我們剛剛連台灣也賽都跑完 跑的那個名次好像還蠻平均的 我們三個人分別跑 差不多都是在第二名左右 先來吃吃飯 欸 這好像還不錯 大賽還有這個 我剛剛以為是真的是酒 原來是那個五酒精的海米根 我沒有喝過啦 我也幫我喝了 開車就是要喝酒 喝五酒精的酒 真的有啤酒的味道 真的喔 對啊 啤酒的味道 沒feel 開賽前大家來練這個 安全帶 因為等下是立曼四騎跑 要從這邊跑到那邊去 趁換我上場的時候要有點空檔 上台這個看台區關賽一下 這邊是那個卡丁車區的二樓關賽區 那我等一下我們的邏輯就是 這個整個場地大概只有三個彎需要煞車 前面那邊一個 三號彎一個 然後這邊五號彎一個 還有這個 十二號彎 大概就是這三個點需要煞車 一般我看人家公路影片也是這樣在做 所以我們只要這幾個彎處理得好 應該就可以很穩了 剛練習的時候我在這邊打滑 追著前車追太近 煞車太煞力 然後就死病了 因為他這個彎 這個彎 我覺得是這幾個 這場裡面最困難的彎 因為他這次很下坡 然後 急彎U-turn之後 馬上變上坡 上坡那邊很容易掉轉速 掉轉速就會慢下來 反正連結上就是 記得不要讓轉速掉下來 現在的時間差不多 換我整理著裝上場 一分鐘倒數喔 市場它沒關係 OK 10秒 5 4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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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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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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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